内部参考,时间是3月17号的晚上 现在正在等联署局的议息 不关联署局或议息的事 要讲的是3月15号 星期一,习主席作出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 重要性是堪给当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说的是星期一下午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第九次会议 第一个会议是 研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问题 而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他是这么说的 内地平台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 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保齐短板,强化弱项 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问题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即是现在就很不健康了 实现炭达峰 下面那些是讲炭中和的问题 这就是劍有所指 难免令人联想到近月来 对于阿里巴巴的一连串整改 上星期五下午股市突然急跌 传出下一轮整改的对象是700的腾讯 那些招数真的可以说是陆续有利 那我们看看那个分享画面 就是...不是这个 是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按出来 Wall Street Journal Begin asked Alibaba to share its media assets 就说中国政府要求9988的阿里巴巴 就是剝离部分的媒体的资产 当中包括了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这篇报道里面是这样说的 就是中国的监管机构 已经审查了阿里巴巴的所有媒体资产 并且对阿里巴巴所持有的媒体范围 感到震惊 忧虑就会被阿里利用为控制舆论的工具 所以要求阿里巴巴大幅缩减媒体资产投资 阿里巴巴有回应这篇报道 就说公司只是媒体资产的被动财务投资者 投资这些项目 只是为了自身业务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并且为核心电商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公司并不会干预或参与媒体的日常运作 或编辑的决策 据说这件事在南早内部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据文是南华早报行政总裁刘可瑞 向员工发出内部信件 内容是阿里巴巴对南华早报的承诺是不会改变的 会继续支持这份报纸的使命和商业目标 可瑞也在这封信里澄清了 南华早报和新华社或者浙江和四川的报业集团 都是没有伙伴的 好了,搞完南华早报 今天又一宗 这宗是Bloomberg报出来的 就说在一个世界消费者权益日举办晚会上 央视指责9988旗下的一个浏览器 叫做UC浏览器 是无视消费者的权益 之后 这个小米和华为的应用程式 就把这个浏览器下架 而这个UC浏览器还发表一个道歉的声明 他承诺就节目中涉及的问题成立专项团队进行排查 他说公司将会全面疏理广告审核和发布机制 加强事前审核和时钟巡查 坚决倒绝虚假广告 都还未完 今天Bloomberg再报多一宗 就是说阿里巴巴计划在腾讯旗下的微信平台 提供一个淘宝特价版的小程序 作为因应反垄断监管机构的要求作出的让步 这个重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在于之后 你淘宝可以用微信支付 以前这两个系统不相容 现在呢 就是未来就会相容 这个真是连环出手 令人眼花缭乱 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马云始终都未现身 数回马云消失了都已经差不多半年了 除了在一个片段上露过面之外 就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下落 现在 那说一下那个分析是什么呢 我自己就认为 就是 如果是去到习近平主席出声的话 整件事就没有弯转了 现在就是就着阿里巴巴 以至整个互联网巨企的整改 或者整顿 或者叫做整肃 我觉得比较准确一点的说法就是 这就是事在必行的 如果是股东的话 那就真的要自己看路了 现在习大大基本上好像食神似的 就是 兜口兜面提了你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是 逐个逐个来的 就是阿里巴巴之后就是腾讯 腾讯之后就是美团 美团之后就是京东 这样逐个逐个收拾 尤其是不准阿里巴巴再拥有 南华早报 这个更加令人觉得唏嘘 因为当日他买这个 南华早报回来的时候 那些人都已经觉得 南华早报涵红了 但是正面一点 其实都是 可能是中央政府 觉得希望透过阿里巴巴去管理 这个南华早报 作为一种 就是中国在这个国际上的 形象 这样的工程 这样的一回事 是不是 就是中国的软实力展示 但是现在的政策方向 似乎就是连这个软实力展示 都不需要 就是中国不会软的 一定是硬的 不需要南华早报 我们只有环球时报 英文版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就是这个其实重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现象 就是资本的累积 就是当时何商那部电影 就是说中国没有诞生到资本主义 因为中国的资本家 是永远做不大做不强的 当你的资本累积到一个地步 是会威胁到政府的威信 甚至乎政府的管治能力 或者他认为你影响到他的管治权威 或者政府就会压制你 这个历朝历代 就是由汉朝的首富叫邓通 后来是饿死的 去到什么胡雪岩 那些全部 就是中国从来没有有钱的人 是明流 就是这个刘芳白世的 就是我们的历史 是只有帝王帐上的 基本上没有出名的生意人 没有出名的有钱人 没有这样的 我相信我们即将会看到 也是重复同样的历史 至于再宏观一点的看法 其实就是 可能这个就是 中共现在对于整个世界的判断 令它觉得应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社会改造 这个事情是有期来有佔的 或者是有些历史渊源 甚至是理论上的根据 就是改革开放的40年 很多人都说 中国早就不走共产主义 已经改了走市场经济 但有一点我觉得 其实很多朋友都忽略了 就是当日 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 邓小平的文件 或者说话 很经常都说社会主义初阶 其实它发展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是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因为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 你的生产力一定要发展到某一个水平 你才能够是进入共产 进入社会主义的 当日其实 如果你说文革之前 毛泽东和老柳 就是刘小琪和邓小平 他们之间的争论就是这一点 刘小琪和邓小平的理解 就是生产关系是先进的 但是生产力太薄弱了 即是现在立即行共产主义 大家都饿死的 所以呢 就是要首先发展一段资本主义 这样 其实当76年毛泽东死了 后来邓小平不复出当行权 其实他回到自己那条 原本的路线上 就是我们不是放弃社会主义 不过社会主义的初阶 首先要先发展生产力 所以就改革开放了 但是问题就是 到了这一刻 是不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 即是他们觉得已经是足够呢 那如果那个生产力已经是足够的话 那就应该走回共产主义 因为发展市场经济 发展生产力都是为了进入下一个阶段 其实在理论上 就是不排除他们这样想 因为这个始终都是共产党来的 所以从这个理论的层面出发 我自己个人认为 接下来是会有更多更加劇烈的社会改造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这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还说那些什么 保留住香港要来走资 好像陈茂波 还去写封信 去美国那里抗议 而不是的 香港还是国际金融中心 就是 我想他们都是捉错了用神 就是不知道中央政府真正的用心 就是中央政府就是 I don't give a damn 要什么国际金融中心 用什么国际金融中心 你都傻的 现在他们的态度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就自己看路了 如果我在华富财经那里 就有个实践仓 你可以进去看 那我都减了很多磅 港股呢 我估计长远来看 一年时间来看 是不值得看好的